這兩年喜歡踩單車 亦因為單車節關了它 幫我操車 其實你踩這麼快有甚麼感覺 像你坐車一樣 身邊的風景都過得很快 踩得快可以看遠一點 去遠一點 我知道你經常會在街上踩 我通常都是操車 很少踩得慢 那不如我試試帶你慢慢踩 好 踩車和電影一樣 同樣一秒 不同快慢 可以不同的故事 不同的風景 是不是很多顏色呢 是啊,我平時經常來這區 都沒見過那麼多皮 看下手袋是否真皮 就會紋了 這兩個就不同了 有懷舊 有年代感 這些顏色 其實是用不同貨幣造成的首飾 甚至乎有香港的錢幣 要不要試一下 如果你很快走過 你就錯過了 你真的要慢慢看才會留意到 對 其實地方都是… 每次都有不同的新發現 荷里活大片變形金剛 都在拍攝 好像有點印象 這區其實很多位都拍過 但當你慢慢細細看 其實你又會找到很多新的角度 單車總是令香港變得更加浪漫 盛載著不同的故事 有一次踩單車的運景 踩進來昂船洲大橋 覺得很特別 一條直路踩進來 看到這麼震撼的景 很有電影感 接下來香港單車節 都會經過這裡 不過是在橋上 你看這條直路 就是爆發的時候 集中看著最遠的地方 去找下一個目標